今夜皇上召了家贵妃事情 书席准备之时 外面突然有人影闪过 这时宫女突然发现 家贵妃的肚兜已不见踪影 随后李渔在侍卫五房 林云彻的房间内发现了肚兜 皇帝大怒林云彻已经受刑 如意急忙赶来 看到林云彻被绑了起来 已经伤痕累累 可仍坚称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家贵妃跪在皇上身边 向皇上哭诉自己委屈 如意拿出家贵妃的肚兜 称此事 有奇怪之处 这时燕婉赶来 看到被责打的林云彻 如意为林云彻求情 称此事还需响查 否则也会毁了皇上的圣誉 燕婉也为林云彻说话 认为如意思虑周全 燕婉提议将林云彻调职 打发的远远的 也好眼不见为敬 皇上为了皇家的亲誉 下令将林云彻到木兰为场当职 不许回京 如意离开养心殿 祝福李渔好好照顾林云彻 如意认为 家贵妃与林云彻 无冤无仇 不会为了他 毁了自己的名声 究竟是何人所为 如意也想不清楚 其实此事 是尽忠为除林云彻所为 可燕婉心软 舍不得林云彻 这才没有得逞 如意派荣佩 去看望林云彻 还劝解林云彻 无论身在何处 都要耐得住艰辛 今后必得 堂堂正正的回来 林云彻十分感激如意 回宫后 如意急忙来看淑妃 如意劝打她 孩子要紧 其他的事情 慢慢调理都会好的 淑妃想起 自己和皇上的孩子 即将出事 十分期待 太后对皇上提起 想要抚养淑妃的孩子 还提起了当日 今天见所说的话 皇上不知 是何人将此话 传给了太后 命人去查 夜晚称 自己曾看到那日 自己离开后 看见梅萍在外等候 皇上命李渔 传梅萍到养心殿 家贵妃的宫女 看到了李渔的船只 急忙回禀家贵妃 家贵妃害怕 皇上发现了梅萍 曾经坐视留下的马脚 害怕牵扯到自己 吩咐宫女 给梅萍下毒 以绝后患 如意和海兰 看见家贵妃的宫人 在给梅萍的饭菜试毒 认为 家贵妃无视献殷勤 必有蹊跷 如意和海兰 来到梅萍宫中 说起此事有所不妥 梅萍用银针再次试毒 银针却并未变黑 梅萍把饭喂给了鹦鹉 二人离开后 如意称 梅萍受宠 又失子失宠 十分可怜 可平时也不见 她与家贵妃来往 如今家贵妃 想要置她于死地 一定有自己 不知道的缘故 梅萍跪在皇上面前 皇上询问 梅萍是何人 将她带进宫来 让她一生怨恨产生 最后却一无所得 皇上已经看出了 梅萍是太后的人 家贵妃得知 梅萍逃过一劫 下定决心 今后一定要将她 尽早料理 梅萍来到她医院 查看为自己熬着的药 梅萍借口 自己的药材已经受潮 连忙让人去换 姜太医回禀如意 称梅萍的饭中 被混入了粉末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药物 如意认为 此事多半不会出自御膳房 多半是起降宫洞的手脚 姜太医还称 自己在淑菲的药物中 发现了两味药物存在不妥 这本是厨师的良药 可用于肾气不强的人 便更加伤肾 淑菲肾气弱 也会影响腹中的胎儿 而为了不让淑菲伤心 自己不敢告知她 夜里 姜平喝下了 顾本纸崩汤 为了祈求早日怀上皇子 不想药乙被梅萍 动了手脚 第二日 姜平复通不已 太医称 姜平的药中 被人下了牛膝和草物